我们看到台南最近有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昨天赖清德总统去赠扁到庙里头 是为了祈求国泰民安 还是为了祈求党内平和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大合照 因为台南是赖清德的本命区 所以你看到包括陈庭妃 邱丽丽 赖清德总统在这里 林俊宪 王定宇 大家排排站 可是这个疾风巧妙就在这里 有些人站得比较近 有些人站得比较远 包括邱丽丽回来了 之前议长会选案 他沉寂了一段时间 陈庭妃站到离赖清德两个人之外 林俊宪紧紧靠着赖清德站 王定宇在这 市长黄伟哲怎么被挤到只剩下半颗头 志明 康淫寿 赖总统的老朋友没有出现 因为最近其实有一些争端 包括这个事情 包括这个总统府资政的事情 以及林依瑾深陷助理废案 也没有出现 都去避风头了 像是赖会员 郭国文怎么没在 他们本来是助攻 包括林俊宪的助攻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秀出一丝端倪 或者是一些味道 包括你看到赖清德说什么 他说要治水 这次有天灾 虽然有淹水 可是我们度过了 来听听看 好 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总统到台南 台南本来可以说是最支持 最支持赖清德最支持民进党的地方 可是贪官 贪污的事情 疑似弊案 包括光电的利益 的的确确过去两三年 太多太多的事情 像是王鸿威 他就再一次在媒体上说 林文信这个经济部的掌管 这个电信光电相关的一个事务官 可是他涉及丽阳集团的光电弊案 被起诉 不是韩沙摄影 是被起诉 你这个人 就不应该在原位子 你还在继续审 这个光电的相关的申请案 这样不太对吧 四月被起诉到现在林文信 都还在执行他的业务 那你经济部在干嘛 没有调查吗 没有回避吗 那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 他的民调现在是高的没有错 可是很多时候 他讲了一个slogan 他讲了一些大话 那到底有没有被实践呢 我们就来一一检视 包括过去他讲到 他说极端气候严重 所以这个包括台湾的防洪标准不够高 所以他希望多预算多编列来治水 而另外我们看到我们的李扬 台湾之光在奥运拿到牌 所以像是宇球馆在金门要盖了 他跑到金门去823炮站那一天 他就云诺 我们要大力的支持 话讲出去了 还有我们站在AI的革命中心 所以要推动台湾成为AI之导 人工智慧之导 像这样的slogan不断的被 被这样子这个念出去 被宣扬出去 可是有没有落实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没有吗 这个可以来检验了 过去他曾经讲过 高铁要延伸到屏东 他喊出要把墾丁打造成 巴厘岛大鹏湾成为夏威夷 讲的是很好听 可是我们看看 现在的墾丁变成什么样子了 观众朋友 过去的暑假 我们看到墾丁很嘻嘻 没有什么人 很多业者都苦哈哈 包括你看到了 这个海滩上面 今天有一个PTT上面的网友说 很多阳闪被立起来了 是不是有人占地为王 游客去你要租阳山 要留下买路财 包括前一阵子很多人 都在网路上讨论的 六片桀瓜一百块 现在就有人说 你收这么贵 你是在削凯子吗 像是士林 四片桀瓜只要35元 贵或便宜 当然大家感觉不一样 只是像这样小小的讨论 其实凸显了很多 大大的观光的问题 我们的观光的困境 凹棒的进不来 英棒的观众 英棒的游客 也不去我们自己国内旅游 看起来是这样 虽然美丽岛的民调是 赖总统执政 一百天的信任度 逼近六成 看起来很风光 赖总统他现在 很开心了吗 他喊出来的这些口号 都达到都落实了吗 包括你看到 党政人士就讲说 赖清德就有如 晋级的巨人艾尔文 竹龙泰是李维 可是网路上 好多年轻朋友都说 这位党政人士可能年纪已大 他没有再看漫画 没有再看动漫 因为 这个艾尔文团长跟李维 兵长最后的下场都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比喻有点 不是很好 这个都是年轻朋友在说的 我们先来问问看杨明 杨明怎么看 包括赖总统 他现在民调高 的确民调高 可是 真的做得好吗 其实基本上八月 这个对赖清德来讲是一个叫做 得天独厚的一个月 在收押了郑文燦之后 在八月发生的就叫做 柯文哲的崩塌 柯文哲崩塌对谁最有利 当然是对绿营最有利 年轻人讨厌了民众党之后 难道会选国民党吗 当然不会 要嘛是不表态 要嘛可能有一部分 就真的所谓的回头草 所以这个再加上还有奥运加持 我们讲奥运的成绩好 对执政党绝对大好 过去东京奥运 我们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而蔡英文那个时候 也是声望非常高 所以对赖清德政府来讲 这个月几乎没有任何的破绽 我告诉你 连扮林怡景都是赖清德得分 所以对于你说像台南的现场 正因为昨天是林怡景的生日 林怡景不可以出现 所以如果今天所有的立委都到 只差林怡景 那这不是新闻 这个一定被拿大作 所以郭国文你不要来 所以郭国文是配合他的 賴慧元你不要来 他们两个是配合的 郭国文是台南市党部主委 对 他怎么没去我就好期待 所以他们就会讲说 那市区的来就好 跟这个选区比较靠近的来就好了 其他人我们就不要强求 否则通常总统来 哪有立委不会跟得到的 三个没来 好 所以我说关键就在于说 他不要让林怡景变成独肉 我说大家要去思考这个用意 用心良苦 这个也是让林怡景觉得 他不会那么寂寞 我没去 但是还有其他人陪我 但主要是说 賴清德在上礼拜中常会里面 他讲了什么 他讲说这个选举还有两年 不要那么早去提选举的事情 他当然就一有所指 就是一个是台南 一个是高雄 因为高雄现在很多人出来表 他也要选 台南现在已经看起来准备要杀到刀刀剑骨了 所以他已经遇事了 所以昨天这场 包括总统下去这两场庙的活动 基本上就行李如鱼 然后就平平安安就度过了 所有人非常的和平 因为总统那些 我们都不能讲别的事情 选举 我们都没有 就是来参加这个 我们正贬仪式 这样子 都很温馨 所以对于賴清德 他现在至少在党内 他的声望夠 所以他现阶段还能够算是所谓的共阻 可是问题就来了 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他现在讲的这个 比如说光电的问题 一个官员 如果你涉案了 你怎么还可以继续审查光电 经济部说 没有 只要跟丽阳的案子 我们就把他这个 把他毁开了 不是 你应该把他这个人调离限职 至少暂时不让他审 好 再来 比如说讲到AI AI要成为AI之岛 结果桃园以北不能够设AI数据中心 这不是下面人在扯后腿吗 总统有很大的这个期待 那难道今天桃园以南才是台湾吗 那桃园以北就不是台湾吗 那所以包括像这个李扬的 这个羽球馆 好 不要再重蹈蔡英文 再基隆承诺 就跳票的这个复册就好了 所以我说这些你说得到做得到 才是后面你民调有没有办法 真的继续维持的关键 这100天 这个100天我必须讲 某种程度就是叫做蜜月期 蜜月期 某种程度就是蜜月期 那当然我觉得现阶段 主要是因为在野党 当在野党越乱的时候 执政党越 越躺着旋 越是这个稳定 所以现阶段没有什么好去威胁到 赖心得的部分 可是呢 最后这个所谓的 用动漫来比喻 我只能说 难道一定要用日本动漫吗 你知道吗 昨天还有一个 我就讲英系的人马 还特地讲说 这个艾尔文是献上心脏 他是自己是 自杀式的攻击去死我 就是最后死掉了 所以他们 其实我讲 民进党里面很多人看到 不具名的党人用这个来比喻 都知道这非常不恰当 就是很像是自杀炸弹客的感觉 来 请教伟翰 我觉得媒体就是要监督 一个政府现在目前出什么问题 都还是要讲 比如说核能的问题 台湾这么多工商业界的 这些领袖都希望能够用 现在就是没有 所以这一定会有不满的 对不对 墾丁打造成巴黎岛 讲话的时间是去年 今年的暑假证明墾丁 人潮不如以往 然后最近检讨的很多 什么冲绳赢过墾丁 这都是老话题了 那墾丁有墾丁的问题 如果你东西比别人贵 你的住宿 就是也不便宜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国际连锁的 这些度假村 都没有去墾丁设 他会考虑很多 第二 我们确实台湾的人口 北北基桃就占了一半 大概一千万 对北北基桃的住民来讲 我也是住在台北 我如果想去墾丁 我得先搭高铁 到了左营之后 再转大概两个小时的车 时间跟金钱上来讲 确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快 就能到达 然后如果从台北大飞去冲繩 感觉就差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说肯定一定要让他 再能够活过来 可是他确实是困难的 其他的包含司法 包含经济等等 内政可以讨论的是非常多 可是民调为什么一直往上冲 刚刚杨敏讲得很好 我上禮拜四季的 來大白话的时候 也在讲 这个政治上面 他自己的嫡系 我现在讲 羁押郑文燦新潮流 对不对 起诉陳宗燕 调查林一锦 还交保100万 隆喜民进党 而且两个还是他的人 还有个李孟燕 还紧实下台 可是问题是 今天不是他的事 是他的人出事 比如说如果今天是林一锦 帮赖清德他总统大选 林一锦是帐房 那加上赖清德 大家能了解我意思 就说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但他的子弟兵 他的爱将出事了以后 他怎么处理 不处理 检掉该查就查 所以不是赖清德直接加分 而是民众对于台湾的司法 检掉 看来他们居然敢办赖清德的人 这个事情是对司法有加分 上礼拜四 我还特别 那天主持人是燕燕 我跟他解释 他讲说 连这个都要去吹捧赖清德 没有要吹捧他 而是他在做这个事情 会让大家觉得说 原来是蓝绿白都能办的 那接下来如果在办谁的话 就 对不对 大家就要照看 所以他民调一直往上走 因为他在做了这些事情 基本上 蓝绰要赶快拉回 跟他同等的那一个position 我跟你一样清廉 我跟你一样爱台 我跟你一样竞争的时候 你的内政的部分 我就可以来跟你比 那现在目前就是 在选后 我也必须说一个 就可能也 大家听了 他现在民调58 我每一条电子报 现在目前开始民调58 那我也同意杨明讲 现在100天蜜月期 可是他跟以前 就是蔡英文总统的 那两任不一样 因为他是实质撒卡都 他只拿到四成选票 以前蔡英文都是56% 57% 所以拿56% 57%的民调 有五六成很正常 可是他只有拿40%的选票 但是却在1月选完 5月上任 现在8月的时候 他冲到了58% 其实不是蓝细德做对什么 我觉得在野党 应该要回过头来 就是说怎么那么多包 包含民众党 也包含国民党 那不是说我要检讨在野党 而是说要有一个强的在野党 才能够让这个执政党担心说 我40以后可能 我就要选不上了以后 他是不是会有更多妥协 或更谦卑 所以这点很重要 我一直很期待 有更强大的在野党 能够频繁的政党轮替 蓝绿白都轮流执政 这样子我们觉得 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会更好 是 在野党的脚步 赶快调整一下 来 请教辉文兄 我不晓得 韦翰学长是什么意思 蓝绿白轮流执政 民众党执政 我就离开台湾了 你是要叫我离开台湾 蓝绿白轮流执政 我不知道你是在说什么 民众党这样还执政 连政治献金都弄不好 还执政 这个你 黄伟翰跟黄伟明讲的 我都尊重 但是有总统用司法大军 在巩固政权的吗 还有这件事 来中都你的人 这样干总统我也会干 谁不会干 我不太懂 黄珊珊你是律师 你说去调查局 他是讲说去copy 去copy那些单据 调查局有这种服务 那你也帮我call一份好了 我也没听过调查局 这些都是犯罪的证据 我还让你copy一份 你是到底是你说什么都看不 这个柯文哲的副市长 去台北市议会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去调查小组讲这干嘛 你去 你现在是调查 侦查随便公开 你被限制出境 然后你还可以去台北市议会 接受调查小组 你也知道那些台北市议员 水平都很低 每个人都出来转述 刚刚彭震生在里面讲什么 他讲什么 你干脆开放我采访好了 莫名其妙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像賴清德这一种的 这种少数总统 另外一个就是陈水扁 賴清德跟陈水扁比 这个对賴清德是不礼貌 为什么 因为至少賴清德目前为止 没有贪污 陈水扁也是少数总统 但是我刚 我用这个当我的结论 因为我对这事情 我是耿耿于怀 这是前瞻治水预算 前瞻治水预算分到最多的是谁 是台南 台南分到最多 结果台南淹這樣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陳其邁你不是五星级吗 陳其邁之前高雄淹成什么样子 这种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这是高雄的老百姓 要站在地下停车掌的 防水茶门那边 用人肉盾牌在挡这个 我请问大家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全世界有这种奇景吗 现在李四川说一句而已 说怎么 李四川说 他去帮谢国良站台说 罢韩很多人现在怀念 罢韩很后悔 然后民进党像自由时报 就高雄人炸锅 我想请问大家 我们很公平的讲 韩国瑜在高雄一年六个月 高雄有淹水吗 有淹成像陳其邁这个地步吗 最近这 除了韩国瑜 那一年六个月之外 对不对 其他不都是你们民进党 在执政吗 邱毅寅在讲什么 他才做一年六个月 就被你们罢免了 你给他贏 那我请问大家 台南这些呢 台南这些淹水是谁淹的 32年都是你们民进党 在台南做市长 在当县长 在当立委 那你高雄淹成这样子 人家怀念一下韩国瑜 你就在那儿咳咳咳咳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很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我也很对台南跟高雄 屏東的相信 我觉得很遗憾 你们怎样就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真的做得很好 你们淹水你们要怪谁 总统也是民进党的 縣市长也是民进党的 立委是民进党的 你还要支持民进党 还给赖清德50几%的支持度 那我要讲什么 欢喜甘愿 不要亂谈 送就好 送就不用不好意思 你们就是要这样吃吃了 所以韋汉兄刚刚讲那个 我也同意 就牵住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赖清德100天 赖清德做了什么 我就请问大家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 在这100天做的什么 他们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国民党在做 国民党是最大的在野党 我不会去期待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执政 我要离开台湾 我觉得国民党这100天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放数据